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 兄弟姐妹是我们除了父母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手足亲情,更是再多的物质财富都不及得珍贵。 然而不管关系多亲近,任何一段感情想要长久,都离不开彼此双方的共同经营。 手足之间,亦是如此,只有大家都自食其力,亲密不十分寸感,彼此独立又能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互相帮衬,认真履行各自在大家庭里的义务,关系一般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如果一方仗着其他兄弟姐妹的宽容,总是无下线地依赖对方,自己又不喜付出,什么便宜都想占,什么义务都不履行,就会把亲情搅得乌烟瘴气,让人心生疲惫。 遇到这样乐于索取又不爱付出的兄弟姐妹,你会怎么办? 忍无可忍还需再忍,还是表明立场捍卫自己的权益。 家乐选择了后者,家乐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父母从小就告诉他,给他取名家乐,就是希望他能够家庭和谐,幸福快乐。 这么多年,家乐也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不管是在赡养父母方面,还是在帮扶兄弟上,总是默默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尽可能地维护家庭和谐。 相比之下,弟弟的胸襟就显得狭隘许多。 弟弟从小就爱占便宜,小时候为了多吃一块糖,经常在父母面前搬弄是非,举报家乐。 家乐只当弟弟是淘气贪吃,并不和他计较。 都说,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人。 家乐帮着弟弟出了一半彩礼前娶进门的弟媳妇,也和弟弟同样的性子,为人既自私又不讲理。 但凡家里有点什么好处,少他们一分都能跟你几眼拼命。 可遇到需要他们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就半个人影都见不着,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家乐从小就习惯让着弟弟,加上妻子也是非常善解人意的女人,很少在这种事情上计较。 因此对于弟弟一家人的所作所为,夫妻俩始终秉持家和万事兴的理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后退一步,对方就越是前进十步。 弟弟夫妻俩仗着家乐的包容,为人处事越来越过分,让家乐很是头疼。 不过碍于手足亲情,他还是统统忍了下来。 家乐的父母见他平时都不抱怨,也就没有过多插手兄弟之间的事情,关于弟弟躲避赡养义务的行为。 也只是佯装着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教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 去年春天,已经结婚五年的家乐夫妇终于迎来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 妻子怀孕了,夫妻俩沉浸在即将为人父母的喜悦之中,很是幸福。 然而就在距离妻子预产期的前两个月,母亲却生病了。 由谁来照顾母亲,就成了当前最急迫的事情。 按理说,弟弟夫妻俩平时都不怎么管父母,加上他们都有时间, 理应在这时候多尽一些照顾父母的义务。 但不管加勒怎么劝说,让他体谅自己妻子怀孕的难处, 他们就是不愿意去给母亲做饭,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加勒无奈,只能让本应该被照顾的妻子去照顾母亲, 因为他的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开身。 可没想到的是,弟弟看妻子回家照顾母亲, 而且伙食还不错,竟然带着全家人每天都去母亲那里蹭饭, 还包括来他这里度假的岳父岳母。 妻子刚开始以为,弟媳的娘家人是出于礼貌, 顺道来看看婆婆,自己给他们做顿饭也是应该的。 谁知,他们每天都来,一日三餐顿顿都不落下。 母亲生病,弟弟夫妻俩不来照顾也就算了。 如今自己的妻子怀着孕,身子正是笨重的时候, 还要坚持来给母亲做饭, 弟弟全家却每天心安理得地来蹭吃蹭喝。 加勒终于忍不下去彻底爆发了。 他把弟弟夫妻俩狠狠地骂了一顿, 并让他们补齐这期间每天五百元的饭钱。 还说,以后要是还想在这儿吃饭, 就按每天五百元饭钱交费。 弟媳可不是什么善茶。 说加勒没有一点做大哥的样子, 吃他家两顿饭还要趁火打劫, 在一旁喋喋不休地抱怨。 弟弟从没见加勒发过这么大的火, 深知他是动真格的, 赶忙拉上弟媳妇灰溜溜地跑了。 从那以后,弟弟夫妻俩倒是收敛了不少。 尽管有时候还会推脱责任, 但只要加勒态度强硬些, 他们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照办。 有人说,孩子只生一个就好, 生多了容易推卸责任, 更影响家庭和谐。 但其实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生活中也有很多兄弟姐妹多的家庭, 过得幸福和睦的。 关键在于家庭成员间如何维护。 一个大家庭要想活成母慈子孝, 胸道友,弟道工的模样,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该明白以下两个道理。 一、多子家庭。 一定要共同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 你养我长大, 我陪你到老。 这是近几年一到父亲节, 母亲节就必然刷爆朋友圈的一句话。 发布者再配上一张自己与父母的合照, 就是一副妥妥的中国最美儿女的模样。 然而, 孝子年年有, 朋友圈里特别多。 孝顺一落实到实处, 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掉进水里全没有。 尤其是拥有多个子女的家庭。 很多子女仗着兄弟姐妹对自己的包容, 或者觉得兄弟姐莫赚钱多, 常常恃宠而交。 对于家庭里的利益一分都不放过, 到了真正要她履行义务的时候, 又是一分都不能有。 怎么做对她自己有利, 她就怎么做? 全然不顾所谓的父母手足亲情, 所谓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任何一段关系都有一个专属的情感账户。 做人如果永远只顾自己的利益, 即使在亲近的手足亲情, 也会被恶意透支, 直至取不出钱来。 因此, 多子家庭一定要共同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 这既是在履行法律义务, 更是维护亲情的最基本要求。 二, 多子家庭, 父母要把子女们的责任和义务分配好。 生活中, 个别子女不愿履行家庭义务的原因, 往往和父母是否正确引导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有些父母偏心, 总是把好处分给那个被偏爱的孩子, 义务都留给不被重视的那一个去旅行。 这么做的结果, 不仅容易造成兄弟间的不牧, 也常常容易让那个被偏爱的孩子变得越来越自私, 不被重视得越来越心寒。 等到父母需要人照顾时, 床前却无人问津, 还有一些像迦勒父母那样的长辈, 不知是糊涂难得, 还是难得糊涂, 只要两兄弟在履行家庭责任时,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他们就永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手不管。 这么做看起来虽然并没有太大问题, 但其实也在侧面纵容那个逃避责任的孩子。 要不是遇到像迦勒这样明里孝顺的孩子, 结果也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真正聪明的父母, 作为一个大家庭最权威的发言人, 更要懂得合理分配好子女间的责任和义务。 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力, 只要公平公正, 合情合理, 就都能被子女接受, 也更利于子女间的和谐。 切记不可把所有的责任和义务 都往一个子女身上推, 那样只会让懂事的那个孩子心寒。 最终落得晚景凄凉的下场。